除了阳光直射的位置改变,除了会造成所谓的影子有长有短之外,还会造成所谓的白天跟晚上长短的变化。 好,这张图阳光直射哪里? 看不出来直射哪里? 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条片是哪里? 知道 这阳光叫直射,对不对? 这张图阳光直射哪里? 真的啊 阳光直射知道,好,请问你 地球转一圈,转一圈 这一半叫做白天,这一半叫做晚上 白天晚上谁长? 一样好 一样长,很好 所以这要什么意思? 阳光直射赤道的时候,全世界都怎样? 晝夜相同 刚跟你讲过,这张图可以考你白天长还是晚上长 刚跟你讲过,这张图可以考你白天长还是晚上长 阳光直射赤道的时候,全世界都晝夜相同 世界各地全部都晝夜相同 那这个阳光直射哪里? 什么半球? 北半球 对,北半球 所以呢 这个是白天,这个是晚上 对不起,对不起,我画错了 它这样转,所以这一段是白天 这样是晚上,所以谁长? 白天长 所以阳光如果直射北半球,北半球白天长 晚上长 然后呢 夏之后最北,所以白天会最长 另外再讲,这个图有两个画法 这种图有两个画 我现在画的是太阳是平的,对不对 太阳是平的,然后地球歪过来嘛 对不对 有人是反过来画,地球画直的,太阳画斜的 那不管怎么画,反正就是 有太阳的一半是白天,每太阳的一半是晚上 晚上,然后看又怎么转 看是白天跟晚上的差别 好,所以 阳光如果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 白天长 夏之后阳光最长 所以夏之后北半球白天最长 晚上最长 然后最长 那这是阳光直射 那如果阳光直射 南半球就怎样 转过来 南半球,地球自转 这样是白天 这样是晚上 白天短,晚上长 白天短,晚上长 好,所以 所以阳光如果直射南半球 阳光如果直射南半球 就变成北半球白天短,晚上长 然后冬至的时候最难 所以冬至的时候北半球白天最短 晚上会最长 晚上最长 那这是直射的位置 那因此 把整个图综合起来,你可以看到 这一天 这一天阳光直射哪里 北回归一线 这天阳光直射回归一线 然后地球这样转一圈 这地方转一圈 这地方转一圈 有没有落到晚上过 没有 全天都是白天嘛,对不对 那这边几度 也是23.5 对不对 就是66.5度 叫做北极圈 所以阳光下至这一天 北极圈 就是6.5度以上的地方 全天都是什么 白天,我们就称之为 永奏 你反过来看南边变什么东西 永夜 所以 夏至这一天 北极圈以上全部都永奏 然后南极圈以上全部都永夜 都永夜 这是夏至 那倒过来后冬至又怎么样 反过来 变成北极圈都如何 永夜 南极圈都如何 永奏 好 因此 我们再看看 北极的那一点 北极的那一点 正好九十度那一点 它有半年 我们刚刚不是画鬼迪图吗 绕一圈跑上去 北极那一点它有半年的白天 半年的晚上 从春分到秋分都是永奏 从秋分到第二年的春分都是永夜 所以北极点有长达半年的白天 跟半年的晚上 所以这里的人如果要日出而坐 日落而行就回了 要先起来工作做半年 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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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是半年 我刚北极圈是多少 北极圈只有一天嘛 只有夏至那一天 对不对 所以九十度的地方是半年 六十六点五度的地方是 一边 那中间呢 就是有人一个月 有人三个月 有人不一样 反正越北边时间就会 越长 越北边时间就会 越长 所以如果 你到北欧去玩 你就会碰到泳 正常 比较正常的大哥 应该是夏天去北欧去玩 如果你要超级世界化 那冬天去北欧去玩 那也 也OK 如果你夏天去北欧去玩 你就可能会碰到什么 那如果以冬天去就碰到 泳夜 就是 中午十二点还是 没有太阳 拿着手电筒去端光 那还是黑的 那天还是黑的 OK 泳坐泳夜 所以这是他的状况 好 所以 北欧六十二点五就是一天 南半球就颠倒了 南半球就颠倒 南半球就是北极圈永座 它就永夜 然后北欧六十二点五永座 南欧六十二点五永座 南欧六十二点五就是永夜 道贵又对 所以呢 北欧六十二点五就是一天 夏至跟冬至的时候 一天永座 两过了 九十度最多 半年 六十二点五度 只有一天 中间呢 就是有人两个月 有人三个月 然后不一样 反正就是越北边时间就会越长 好 重点是这句 记住这个东西 因为你考试用这个来考 考试用这个来考 阳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长 越北边白天越长 阳光越往北边走 北半球白天就会越长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 你记住 然后拿来用 考试题目 基本上就用这个方法解决 跟刚才一样 这里 这里 也可以是考 同一个时间 不同地点 也可以考 同一个地点 不同时间 问你 谁白天长 谁晚上长 谁白天比较长 他可以好渐长还是渐长 比如说 假设今天 假设今天是 假设今天是9月1号 假设今天是9月1号 9月1号 好 东京 东京 台北马一号 街白天 北 东京 位置 9月1号 阳光还在哪里 北半球 阳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 白天 越长 越北边 越长 中心最北 最中心白天 最长 OK 刚才的题目 1月1号 4月1号 7月1号 10月1号 哪一天 台北的白天最短 10月1号 阳光照在北半球 北半球 百天长 越北边 白天 越长 阳光越往北边走 白白天越长 他现在是 短就要怎么样 越偏蓝 那1月1号 4月1号 7月1号 11号 哪 1月1号 最接近 中市 对不对 最接近中市 所以1月1号 台北1月1号 的 白天正经 那还有一个 这个建长 或者是建长 你们有人 现在可能不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 你明年 明年最好的 7号 5月20 5月17 18这个号 5月18 那请问你 5月18号 5月18号 第1个问题问 5月17号 台北的白天长 百天长 百天长 5月17号 5月17号 春分已过 夏至未到 阳光还在 北半球 阳光还在 北半球 北半球 白天长 对不对 所以5月17号 台北人白天长 第二个问题问 那第二天 5月18号 台北人白天 会变长 还是会变长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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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人的 5月18号 台北人的白天 我会 当然我会改 我不叫台北人 我会变成 雪梨的人 南极 南极会变成 但是 台北人 5月18号 台北人 会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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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阳光越往北边走 北半球白天 越长 我会变长 对 变长 为什么 变长 因为 他下次来不到 他会继续往哪边走 对对对 继续往北 北半球白天 越来越往北 所以我们白天就会 越来越 越来越长 所以阳光越长 所以 我请你 刚才讲的内容 浓缩 就是这句话 请你要记住 考试的时候拿出来用 阳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长 越北边白天越长 阳光越往北边走 北半球白天就会越长 这个事情 要请你 记得